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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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是赵榮 我是台湾艺术大学书画艺术学系毕业的 然后现在有一个个人的绘画的品牌 叫做芊花兰草这样子 那是从2017年开始去 透过市集会去贩售我的商品 然后再也有做一些其他的接案这样子 然后我的主题主要是跟自然相关 那也有一些妖怪啊 零售啊 这些在我等一下的那个创作的分享 也会提到这样子 就是大家等一下听完应该比较清楚 就是我写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除了比较个人为出发点的一些创作之外 那也就是近几年也开始有做一些跟地方相关的创作 就是比如说跟云林啊 跟陡南在地啊 然后像我最近刚结束的一个展览是跟就是 刘金斗南的五条溪流相关 就是我把五条溪流去做一个人 神的全 就是我把他们诠释成溪神 因为我相信万物有灵这件事情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的品牌芊花兰草 然后芊花兰草为什么就是要做这个取名呢 就是我觉得红色跟蓝色花跟草都是一个互相称夺 相生相伴的一个状态 然后对我来说创作跟我的关系也是一种相生相伴的状态这样子 好 然后 我先来就是带大家回溯到一个画画的起点 我的起点是从 我从小时候就喜欢开始画画 对 然后呢 这个大概是我小学几年级啊 二年级的画吧 就是当初最喜欢最早喜欢画的理由很单纯 大部分就是画自己身边的家人喜欢的东西 比如说我喜欢的娃娃 然后我喜欢的卡通人物这样子 然后画这些东西其实自己都是在一个蛮开心没有负担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就是因为喜欢跟开心 然后画一画可能就是会被称赞这样子 就就对然后我喜欢把我周边的人事物或是 就是我很喜欢画动物这样子 好 然后 就是最单纯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会累积一些跟周遭的冲突 就是每个人跟周遭的冲突都会不太一样 那可能我们最早冲突就是跟家人开始吧 从跟家人开始或是跟学校的同学们开始这样子 然后在慢慢累积一些冲突之后 那种内心的状态就不是在那种最初始的单纯的状态 就是你会加进很多不同的情绪 那我觉得我在面对这些冲突的状态 我开始觉得画画这件事情变成是一种抒发跟寄托 就是寄托也许我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 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些情感或是 就是我希望可以透过画去转化的一些情绪之类的 好那这些状态的转变在这个人生的过程中 然后再到大学的时候开始有比较确切的一些转折 就是我开始知道说原来其实我可能想要画哪些东西 然后可能创作对我来说是什么这样子 那在大学之前其实我还有经过一段就是喜欢画漫画的时期 所以这是我高中时期的东西这样子 就是可爱的那个他是一个外星的兄弟这样 就我会想一些故事情节 然后就很喜欢去想这些故事情节然后去画 虽然说都是半成品啦 就是很少很少有真的把它完整的画出来的东西 对或是有的话可能就是短短的一篇这样子 但是那时候也还蛮开心的就是高中的时候 就是很投入在那个漫画社这件事情 好然后再来是就是到了大学我所的创作的转折点 那大学我是进入我是到大学才进入那个比较纯艺术的领域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大学里面的氛围也是影响我的一个因子这样子 所以那创作对我来说是什么呢 创作对我来说有 其实想到创作这件事情的话会有很多的感受跑出来 那我觉得总体来说我觉得是我自己跟我的心建立连结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是很重视精神性的交流也很重视个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成长 也就是我自己的成长这样 所以画画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媒介 它可能可以带领我去探索我的潜意识 也可能带我去整理归纳我自己的想法跟情绪 那我也相信就是能量的流动 就我觉得创作其实是跟着那股流动去做抒发 去做一个展开 就像有时候是像音乐 有时候也可能像是一种舞动 然后我们的世界是由各种不同的频率去构成的这样子 那不同的波动会告诉你不同的事情 所以当我去创作一件作品那你就是你有所共鸣的话 我去创作一个作品我也是建构了一组波动 然后当你的频率跟我作品共鸣的话 那就是这个波动交汇的一个时刻这样子 那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交集的方式这样 然后这边的话是我创作的一个大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循环吧 就是会先从我的主要的灵感来源 会是从情绪情感为一个根基这样子 就是有一个需要去释放或是需要去转化的情绪之后 那这个东西可能会让我看见一些画面 或是让我想要去想要去画下一些什么东西 然后透过这个画的方式去做一个自我疗愈之后 也许也许我就是一次两次三次 情绪会慢慢得到平复之后 然后在这其中会给我一些其他的灵感 就是原来原来我是因为什么原因 所以我有这样的情绪 或是原来其实我需要什么东西去安抚自己 这样子 那它是一个自我对话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可能就会因此而得到一些成长 或是我去跟别人去做一些分享的时候呢 对方也会给我一些回馈 所以大致上我的创作就会是照这样子的流程下去跑 这个创作的形式是撇除 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关于地方型的一些创作 那个就是比较是我根据一些现有的外部资讯 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感受去做的创作 它就会跟我这个是比较自我内心世界的创作方式不一样 这样子 OK 好 那这边就是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的主要的创作的与会 好 第一个是动物 那动物对我来说 其实 我觉得我从小就比较喜欢跟动物相处 然后跟动物相处会是让我比较放松的 就是比起跟人类相处 其实我比较擅长跟动物相处这样子 然后跟动物相处也会比较容易开心 但是跟人类相处 特别是陌生人我很容易开始会紧张 可能就是 就会比较内向 比较闷 就是会需要经过比较长时间的相处 或是有对评的一个状态 我才能够比较可以跟对方去做一个交流这样子 好所以我在大学时期的壮作发现 动物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喜欢去做发想 或是它会给我一个灵感的与会 然后这一张是我大学时期的作品 也是我展开 就是以动物跟 因为人类通常就是里面的人通常是我自己啦 就是这个关系的一个与会的建立 是从大学的这个时期开始这样子 好然后 我觉得每个人内心都有光明跟黑暗 那对我来说 就是支持我内在光明的一个呈现 他们通常是会化成动物 去呈现在我的这个心里这样 对那等下就是有光明 所以我等下也会讲到负面的 负面的状态会是什么东西 那光明的状态就是动物这样子 好然后这一张的话 这张当时 当时我在画这张的时候是一种重生的感觉 就是我知道身边会有一些支持我的能量 那有的可能是天真的 有的可能是会帮我抵御攻击的 有的可能是温柔包容的 有的是稳定坚定的 或是 或是他是轻盈的 就是这些能量都会跟着我一起往前走这样子 那后来我知道了一个东西叫做 萨满的力量动物的信仰这样子 然后我看完之后就觉得 跟我原本想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蛮有呼应的这样子 萨满信仰里面它叫做力量动物 就是每一种动物都有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那就会依据他们的习性 告诉人类有一些智慧 然后萨满他们会跟这些动物去做连接 以获取他们的智慧去运用在 就是当时的生命历程之中这样子 那每一种动物都有一种精神性的象征 也会依据他们的习性 告诉人类一些智慧 所以当我们就是遇到不同的问题 或是我们可能在不同的状态下面 我们会连接到不同的力量动物 那他们可以去支持我们这个当下去 做一些选择或是做一些改变这样子 那去发挥自己不同的能量 对所以当之后 当动物出现的时候 我就也会去参考一下力量动物 写了一些什么 然后跟我自己的感觉 感觉有没有类似有没有相近这样子 好然后我在不同时期就是会感觉 跟不同的动物有共鸣这样 那他通常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个动物 但他可能就会出现在我的脑袋里这样子 这样好 那这张也是我的大学的时候的一张作品 然后那个时候是遇到了一件很大的冲击 很大的冲击之后碎裂的感觉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是在一个内心死亡的状态 只是我在画这张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体是在一个很绝望的状态 在我的周遭还是有生气的这样子 然后我那个时候感觉跟乌鸦很有连接 那乌鸦的存在以力量动物来讲说 它是代表着炼金术代表着创造 然后是代表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命力 所以我们需要运用魔法来创造或改造我们的生命 就是不是在一个绝对绝望的状态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有一阵子我很常画路 这样 路对我来说 它是一种温柔的阳性的守护者 然后也有一种坚定感 所以我后来有出一张那个水鹿的明信片 我先拉去后面 就是这是我后来 有在做贩售的一个商品 那左边这一支是台湾水鹿 好 然后他们是被我设定是动物的守护者这样 那我有为这几只动物都写一段文字 然后这段文字就是在表示 这只动物给我的支持的能量是怎么样子的 对 然后水鹿的这一个文字的话 我就写了说 如果可以 我愿成为你底心安静的凝视 当你不太坚强脆弱的想逃避时 坚定的稳住你 就是因为路对我来说是一个温柔又坚定的守护者 这样子 再来是孔雀 孔雀是我蛮喜欢的一种 我蛮喜欢去画的一种动物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孔雀的能量可能对我来说是一种憧憬 比如说他羽毛很漂亮 然后很抢眼受瞩目这样子 那关于他的猎量动物的诠释有一段是说 他绿色带蓝色的这个颜色 通常是跟高贵或是贵族有关联 那羽毛上的眼睛是代表更大的愿景或是智慧这样子 然后眼睛也是我一个很喜欢的元素 因为我觉得是连接灵魂最直接的通道跟灵性相关这样 所以我这边都是草稿而已 就是我有画一些东西是跟孔雀的羽毛会相串联的 然后通常通常他会变成是 这个人的本体的延伸或是他的衣装 获得去征服大型的猎物这样子 然后很有趣的是 是因为其实我原本都不晓得这些动物他们代表的意义 这样子我只是看到他们出现然后把他们画下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启发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好然后来到这一张 那这一张的话是我在毕业后的一两年 就是我还处在一个很迷惘的状态 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继续创作的能力 或是能不能以创作这件事情作为工作 我觉得很没有自信这样子 但是我又很想要实现 就是在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个状态下 产生的一张画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见了北极熊 后来我去看就是北极熊这种动物出现的时候 它是象征 因为它是有非常巨大的力量跟勇气的 然后它来到你身边是 就是来帮助你去度过生命中的种种挑战 不管你心里有多么的害怕 它都会提醒说你可以像它一样 这样安然的处在一个严峻的环境之中 然后它给你一个最大的启示 就是你绝对有足够的勇气去 面对你目前的环境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画完这张画的时候 也是做了一个下定决心 就是好那我想要试试看这样 然后这边就是来到刚刚讲的那个动物守护者的部分 那右边的是毛准 然后还有一只是海龟 那刚刚有讲了就是台湾水路的一个 我给它写的一小段文字这样子 就是我是透过文字去叙述 呈现它们各自给我的守护能量的感觉这样 那这些动物的产生当时也是在一个我自己的状态比较不稳定 然后很没有安全感的一个时候 然后我觉得有动物的出现就是是一个安抚这样子 所以我把他们三位动物都设定了一个文字去表述它们的能量这样 像是毛准的话我是说 我觉得它是感觉有带有一点母性的 虽然说它感觉应该是一只阳刚的动物 可是我却画出来觉得它是比较阴柔的 所以我说如果可以我愿用厚实的温暖拥抱你 当你感到冰冷寂寞不被理解 与你一地滋润的花园 然后海龟的话 海龟我觉得它是海底的一个庇护所 所以我说 如果可以我愿成为你心海中的森林 与你一片能歇息安睡的庇护所 我就是那当你坠落时承接你重量的岛屿 这样 每一只 就每一只会有不同的能量的呈现这样子 好 那以上的话就是我跟动物的一些连结 跟动物带给我的一些支持性的能量 然后接下来的话是妖怪 那妖怪的话就比较是内心比较黑暗 然后负面情绪的一种转化这样子 然后我的负面情绪是透过妖怪去做一个 抒发或是去做一个释放 对 然后这张是我最初最初画出来的妖怪图这样子 对 无论是动物或是妖怪都是从大学那个时候开始的这样子 好 然后 我第一次感受到 在负面情绪下的自己内心会出现这个妖怪的形象 然后他们就是互相撕裂互相大吼着 或是他们在尖声大笑这样子 聚集起来好像会把我自己吞噬这样子 那我在画这张的时候也有听到雪落的声音 就是感觉有很多的那个灵魂在窜动 不过 有的感觉是 只要我将他们画出来 他们的杀伤力就会降低一些 就是有些妖怪的样子在画的时候 其实我自己会有很想哭的情绪 可能 可能因为这些也是我自己在负面状态下的样子这样子 因为他们是我情绪的衍生物这样 好 那比起 比起这个动物守护者的稳定能量妖怪的系列 通常都是比较浓烈跟比较暴涨的 就是 这是我曾经有办过的一个个展 叫做爱与痛的承载 里面 里面有的一张画这样 那我觉得妖怪出现其实它只是一个看见跟提醒 就是告诉我说我哪里失衡了 我哪里缺乏爱 哪里匮乏 那如果这没有办法从谁的身上获得的话 那我自己可以怎么去调试 可以怎么去帮助自己在做平衡这样 然后继续往前走 好 然后妖怪这系列后来我有再做一系列的创作 然后这些就是做成比较商品的东西 我今天也有带过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抽抽看 也就是你当下可能对应到哪一只妖怪这样子 那每一只妖怪我有设定 他们就是一个代表一个情绪 然后 我会写 就是我有写出他们各自的故事 那我的概念就是当你出现一个负面情绪的时候 你就会 遇到这个对应的妖怪 然后你会被这个妖怪缠上这样子 然后我有写处方 就是如果遇到这个妖怪你要怎么摆脱他 这样 譬如说 好 譬如说我们先拉到后面 这一只叫做福娃 帮他们取个名字这样 然后他的尽头呢 那就是没有办法拒绝 没有办法表达自己真实的感受 没有界限 所以 他的嘴巴里面就被寄生了非常非常多的 其他的小妖怪这样子 然后他明明就很不舒服 但是他也是没有办法say no 所以 处方的话呢 就是因为 什么 他会就是害怕巨大的声响这样子 如果你不想要成为就是像福娃这样子的状态的话 你就要大声的喊出不这样子 或是制造噪音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叫做喉经 然后他的尽头就是压抑的情绪愤怒跟累积的情感 然后吼经我觉得我把它设定的比较没有那么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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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说呢 因为他的出现是为了就是帮你做这个情绪的释放 就是当你没有办法把这些情感给 出发出来的时候 那你把你的这些愤怒交给他 他就会引领你去释放这股能量这样子 可是你要记得在他要换气的时候出来不然你就会迷失在那个黑暗之中这样 所以大致上我总共有12345678有8种妖怪这样 就是每一种妖怪上面都有一个小故事这样 那我放在前面 如果等一下有人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看一下这样 桌游吗 桌游吗 我那个时候是抽钱就是抽扭蛋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会让人家在想起来就很轻易 收到这种大的回程 那还是没有 我就是可以猜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会比较清楚 对对对对 好那这边的话是妖怪的部分 就是我的正面支持跟负面情绪 是透过这两种的语会去做传达 对对对对对 主要是市集 嗯 嗯 那他没有在一个正式的展示 就是在我说那个妖怪爱与痛的承载里面有 有办过小活动 对对对是这个 就是这个 嗯 那其实我也不常带 因为我最初设定是要跟扭蛋机一起出去 然后觉得啊扭蛋机好大台喔 好可以也可以抽 其实我本来有就是做签 然后也有做塔罗牌 但是呢两个我都找不到 好 所以我今天就不要带一个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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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然后 再来是第三个语会 是鱼 呃鱼 呃鱼 鱼大家直观会想到什么 呃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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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鱼独立出来是 呃鱼 呃鱼 鱼 鱼粑有余 鱼 好但是我的方向不是鱼鱼 鱼 rebel 嗯 对 鱼威 鱼第一次出现是 呃鱼 是在我,那个时候 失恋的时候 然后呢 啊,我就看到了一条 就是 残破的大鱼 它非常的大 可能就是从那个底部到 到我坐着的这个地方的这么大 条的鱼 然后出现在我的脑袋里这样子 那我第一次遇到它 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带任何的感情 就是不像其他的动物 可能我也知道说 鹿出现是有温柔的感觉 然后什么什么出现是有什么样的感觉 它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然后它就只是 只是在缓慢的游动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觉得鱼的出现是代表我的 欲望跟情感 所以最开始画这张 就是用了比较多的红色去传达 跟鱼之间的这个关系 这样或是这条鱼 可能就是它有点 长得不是很平常这样子 就是有两个眼睛这样 然后 我在它的下面就是 等于说 这个状态是我觉得 我找不到跟它一个比较好的共处的一个方式 但是它就在那里这样子 好 那 我觉得我继续在做一些 这系列的创作 都是跟鱼之间的互动的关系 那可能慢慢的我觉得我可以跟这个情绪去做和解 或是我可以比较淡然的去看着它们去做流动 然后鱼也是我到现在还会比较常感受到的一种动物形态 因为我觉得它基本上应该就是一种持续的连结 因为对我来说情绪跟情感是主要的 是重要的创作的因子嘛 那我觉得它也是代表一种很流动性的运作 所以我觉得鱼到现在 它其实就不是只是那么难过或是伤心的一个产物 这样子 然后这是我近期的那个展览里面有展出的一个绘本 就是跟溪流相关的 那这里面 它的故事是小女孩跟这个溪流之间的一个故事这样子 好 其实小女孩隐喻也是指我自己啦这样子 那这个小女孩 她的身边一定会跟着一条鱼 然后这个是我隐藏的一个讯息 因为鱼就是这个女孩情感的化身 然后鱼需要水 这样就像这张 这边也有一条小小的鱼 在这里 好 然后这篇的话我写的文字 就是因为它是绘本嘛 所以我写下一个文字 我就说 每当心里的水减少 然后温柔的叶先生让我来找你说 可以事事将心置放在你这里 那这旁边这个是叶先生这样子 好 所以女孩心里的水减少了 就是情绪低落的时候 那到河边接触水的能量会让她比较开心 可以被能量补充 所以水会回升这样子 OK 然后鱼是需要水的这样 这个我已经画了几年前画的了 对 不是我的关系 好 然后那这个就是 我的其中一个语会 是我跟鱼之间的关系这样 好 那最后最后最后 最后是叫做双生 我觉得双生 就是 其实我觉得在做这些分享 某一部分来说也是 自己很大的一个 赤裸的呈现 双生这件事情其实是 我 向往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可能向往 自己也有一个 跟自己很相像的一个存在啊 或是 就是我们可能是 互相加成的一个存在啊 这样子 OK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概念呢 就是 我大概从 小二开始 就是我在心里会 开始出现有一个声音在跟我对话 那那个声音是一个男生的声音这样子 然后我可能是基于想要被陪伴 或是基于什么原因 反正 有出现这样一个声音 然后又出现其他的声音 那他们都会陪伴我这样子 就是 所以我的脑子里有各种不同的声音 除了我以外 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在跟我对话 然后我不知道 我有看过就是一个研究是说 有些人的脑内是不会有声音的 就是是很安静的 但是有些人是会有声音的这样子 然后我不知道在场的大家脑内有声音吗 就是我会有跟我对话的声音这样子好 所以基于跟他们的对话 基于这些声音 就其实某部分来说那也是我 创作想要追寻的一个答案 就是我想要知道 这些声音是什么 他们是只是我自己衍生出来的吗 还是他们其实是什么这样子 那坊间譬如说会说有什么守护灵啊 或是有什么什么什么 呃什么什么 不晓得 就是有很多种的说法 然后我就会去参考这些说法 跟我听到这些是不是有相符合的地方这样子 那我也会透过创作去探讨 我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样子 呃但是 但是我很开心有他的陪伴这样子 然后 其实在现实中也会去 去想说会不会遇到一个这样子 相像的人这样子 那这是我的一个疑惑 或是我其实也满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遇见这样子 好 所以 呃 我后来也有看到一个说法是 就是每个人的体内其实都有阴阳 就是大家都有阴性跟阳性的能量 就只是占比有多少这样子 那 呃 这些阴性或阳性的能量都会 都会辅助你去 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去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比较需要阳性的能量 但是你需要去同理别人的时候 你是比较需要阴性的能量 所以这两种能量 呃是 就是每个人是可以去学习如何应用自如的这样子 哦对 所以 我觉得这也是我在创作中想要追寻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找到我自身的一个完整这样 然后可以呃 这两种能量都可以支持的我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这样 所以我就花一些呃都是就是双生子的一个状态这样子 好 那这是双生是我其中一个创作的与会 再来的话就是快速带过一下我的一些跟前面就是比较截然不同的那个创作路线的作品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跟在地的溪流相关的绘本作品 那在地溪流的话就是跟 呃我有画 呃 看又是个看星星的地方所以我就有把星星的意象融入进去 那像大尖山 就是山上有很多的那个梯田然后那边的人家有种很多的茶花这样 所以我就去把这些意象给 放上去他们每一条溪流 的样子这样 好 嗯嗯嗯 OK 然后这张的话是我画这个云林的物产地图就是把云林20乡镇的物产都画在这个云林这块土地的形状里面这样那是依据各个行政区的形状去做安排 比如说这边是麦寮麦寮有毛猪有红利有小麦 然后也有那个美生菜 然后他这一块就是构成这个麦寮的 一个形状 一个形状这样 好 然后后续也是会从这个物产地图为出发点去延伸就是我目前是想要去延伸做出一个桌游的 的商品然后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桌游你在玩的过程中你可以更更了解云林有什么东西这样 那我也会把就是刚刚20乡镇的代表的物产就是 各乡镇各取一个出来然后去画 也是画成人物的形象啦因为放进游戏里面的话就是会有像是角色扮演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规则这样所以每一个角色每个物产的角色就会有不同的能力这样子 可以协助你在这个游戏里面得分 那角色的 设定 也会是从那个 物产的一些特性下去做设定 比如说 这是水灵的地瓜 那地瓜就是 通常比较 好吃的话就是胖胖的这样子吗 丰满丰满的 所以他人物比较丰满 然后我们水灵的地瓜他是种在那个黑壤土里面 然后是长期就是有足够的日照 所以就是我会把这些讯息都划在这个图里面这样子告诉大家说 原来水灵的地瓜有 有有什么东西这样子 我这边有写 好 然后里面也会有这个 图卡 就是 可以使用的牌卡这样 物产卡 行政区卡 然后魔法卡 线索卡这样子 那 对 然后 又把那个就是上面上面我会放 QR Code 是让大家 连接进去的话是可以听到那个 母语的发音这样 比如说骨坑箱要怎么讲啊 骨坑箱要怎么讲 不是 柳丁要怎么讲 llega 记住 骨坑箱 就像如果你不会的话就可以 start 屁哇扣 里面进去 他会就是会有一个语音档念给你听这样子 所以 透过玩这 rouge是可以认识云林有什么东西有什么物产 然后也可以学习一下母语这样子 但是我 做这个游戏的一个大 大大概的概念 OK 好 好 所以 未来的创作方向 未来的创作方向 其实我自己有一个 想要实现的想法 就是 它可能会是一些 比较抽象的概念的转化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个是要画什么呢 就是我在画 神经元这件事情 然后因为神经元是 大脑里面就是传递讯息 去沟通 去连接的一种 我们体内的一种 一种 它算是什么 器官 不是 它是 它是什么 神经元细胞系统 反正 想要画这个东西 也是去探讨 其实也就是去探讨 我刚刚提到的 关于我自己跟 内心声音的连接 这样子 就是 讯息的传递 然后 物质上的传递 是这样子的方式 那 物质跟精神上面的连接 又是怎么样子的 一种状态模式 就比如说 我觉得 比如说我觉得 我们 人体 就是一个 小小的宇宙 那我们人体的状态 跟 这个 实际的大的宇宙的状态 其实是会有 互相呼应的地方 所以 假设对你自身的了解 有多一点的了解 对于自身的运作 有多一点的了解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宇宙的运作 或是反之亦然这样子 你了解宇宙运作 你可能也可以知道说 我们自身的运作 是什么样子的 对 它是一个互相呼应的关系 所以 我觉得我再来的创作是 会想要探讨类似这样子的 一些事情这样子 那 我会从中得到一些启发 或是我可能会有一些 新的想法跟发现 这样 OK 好 那最后最后呢 就是这句话是我在大学的那个 毕业 毕业画册里面 因为我最近在整理这些作品 然后就 又重新把那个画册拿出来翻 然后这是我那时候留下的一句话 就是我想要让画一直陪伴下去 那 我觉得 这句话现在我 来看还是很有共鸣 然后感觉好像也是跟 那个时空的自己 搭上了一个桥梁 这样 我好像跟当时的自己又连结了 这样 所以 关于这次的主题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你最想要去哪里 我觉得 我的探索就是 我想要去到 最接近完整自己的地方 然后 我希望可以用最自由的姿态去存在 那我觉得这个历程也是一段 我在寻找爱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好 谢谢大家